为了提升国内的运动风气 并鼓励企业落实社会责任 体育署将连续第四年 推动运动企业认证计划 邀请国内企业 透过组成公司内部的体育社团 或是提供运动场地给员工等方式 来打造健康的职场环境 我的办公室在11楼 所以我每天上办公室都是走楼梯 那周末的时候 我只要有空 我有一个半天都会去户外路跑 大概是两个小时左右 大概跑到连续跑三十分钟以后 很多你在工作上 想很久想不出方法的事情 突然在那个时候 就跳出了一些 有创意有建设性的想法解决方案 连署长都亲自体会过 规律运动带给工作的帮助 因此体育署也鼓励企业 聘请退役的体育选手 或是学校的专任教练 来协助自己的员工 用正确的观念来养成 规律的运动习惯 我希望透过我们企业 来聘用我们 专业的运动指导人才 到公司里面去就职 然后带动我们公司里面的员工 在上班期间 就可以从事运动 今年的运动企业认证 即将从四月十六号 开始开放收件 到六月十五号截职 过去三年 受到认证的企业总计 已经累积超过数百家 政府也希望可以邀请更多企业 投入认证计划 让国内的就业环境 越来越健康 我来体育新闻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